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中式8球国际大师赛 全球总决赛 中国区决赛 官方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阿苏 苏欣源 大家下午好 我是张庆勇 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准备冲球的 来自新疆的肉资买买题 对阵来自辽宁的杨帆 比赛 比赛采用25局13胜 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两位选手之前 杨帆是13比6 战胜了防龙 肉资买买题是13比10 战胜了陈志刚 所以两位球员呢 在胜部相遇 本场比赛 获胜的一方 将继续在本小组 以胜部的身份 继续征战 输球的一方 将跌入本组的败部 肉资买买题也是 来自新疆的这个 斯诺克球手 对 没错 自己也是常年征战 咱们的斯诺克的 这个领域啊 听说也是最好成绩 在能进过前16 是的 这样的一个排名 近两年呢 也是经常抽一些时间 过来打咱们 中十八球的比赛 没错 新疆的斯诺克的发展 特别特别好 没错 敢近距离的保球 这个功力 准度啊 多好 又来一位 对 又来一位神准将 而且这个还不是特 不是说你光准啊 这个还是说在白球 细腻程度上是比较强的一位 没错 我们都知道 打斯诺克球员一般 在白球控制能力上 都是比较强 关键就是他对于 中十八球的一些套路 跟这个选球次序上 思路上有一些陌生 不是特别熟悉 但准度上 要好很多 这种中单台啊 打着好像就是特别拖底 不会感觉难 比如那么大的台子 都能准 他这个球杆的 这个披头啊 这个仙脚位置 这个粗细 还是跟斯诺克的球杆 比较节节 比较细 对 它本身是 我感觉就是一根杆 它并没有像有些人时候 比如说我打斯诺克 我用9.5的 9.7的 然后打中十八球 我换了一根10.05的 或者11的 因为我们厂家 就是出的这种 针对中十八球的这种小头杆啊 往这个粗大化的方向来发展 对 感觉肉资的这个 球杆还是稍微的细一些 我们这边说着 肉资买卖题也是完成了青苔 上来1比0 领先杨帆 关注其他场次比分 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里面来查询 我们之前也说 这个公众号是台球圈有料 五个字 不是这个台球圈有料服务号 是这个五个字的 不是八个字的 对 就叫台球圈有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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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料 第二局 杨帆开车 常见的杨帆的开车位置 哭帮往前一点点距离 杨带要求紧 杨帆最难一颗15号 用两个中带的扔一颗 早期会先较位 滴杆过来 衔接对自己造成难度最大的15号球 稳妥起见 推进 白球弹起就好 发力打没有打进去 还是追求了一个白球的位置 没错 尽量叫一个好的白球 打11下来 如果说保守一点 轻推推进 但是停在裤帮上了 对 再打11向下 有一定难度 这边肉姿是打了一个大角度 中带下来 顶到7 5号推进 7号球有角度向上 这杆球可以直接去叫枯边的2号球 后面的黑八 后面的黑八交尾 也是一杆膝尾 因为从现在画面上来看 黑八两边底带都是没有的 只能尽量叫两侧的中带 或者上方的底带 看一下推过去 好一点还是说灯 稍稍打厚了一点点 换了 体带 OK 漂亮 这一杆球,以前就把形态上的一些细微地方给变化 前面可能还有点感觉要压着打被对方打 然后自己也是没有较好位,或者没打进球 这一杆,这些有两库细致的打进较位,可是漂亮 咱们现在是在会外赛的到处第二天 到处第二天,对 忽然有一个大大的念头 如果说总决赛里有三个双折的担将 那可就有意思了 赵如亮,李赫文,杨凡 然后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如果总决赛四强是这三个人里的三位 那么这次比赛可就更有看头了 也就是我们在前期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 确实,本次会外赛,这三位双折的球员 我展现的这个能力,确实表的钦佩 今天上午是一个小将赵如亮,赢下咱们的郑宇伯 郑宇伯,然后这次比赛里,李赫文也经常 以大比分对手,没有赢到太多分数的情况下 去赢下来很多场 没错 很多球迷都说啊,说这个颠峰的李赫文 他又回来了 王者归来的意思啊 而杨凡就不是说了 他本身在咱们中文八球领域里面 已经算是顶尖高手了 他的这个成绩啊,也就是半壁江山了已经 那这三个人,如果要是最后都能进到总决赛 那绝对是相当有看点,说的就大收获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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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想法 感谢观看 主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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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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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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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